在這裏已經聽見那些客人叫客人進去吃飯的聲音 那些人選完那些竹籤就這樣凍在這裏來來來 但最後數下哪個竹籤選得最多 就有獎品 老婆走過去看 她明明不吃 幸好她是女兒 前面那個女兒甚至說她非禮 嗨到這麼近 各位觀眾大家好 如果有留意上一集我們吃牛肉火鍋的影片 就知道只不過是剛剛結束 我們突然發現我將幾個卡忘記取 回到酒店去 真是超爽 選這酒店很明智 講講今集影片 我們來到深圳第二集 想去做甚麼 既然這麼近 這集不善用是不行的 我們打算現在去森葉上城 走走走 輕輕走走到大概7時左右 我們會回到水圍村 聽說雜事很熱鬧 因為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很熱鬧 先去商場行走走走 所以跟以往我們外出拍攝 只是走一個商場 晚上就很不同了 我們現在這個站 應該叫福文路站 會坐兩個地鐵站 去到一個叫東關嶺的地方 很有名的 所以很好記 現在就來到準備坐地鐵了 又是用出行服務 今次是用V車這個 现在这个时间差点够六点 今天是一个星期五 地跌站的人流比我想象中少 这样叫多人 我们见惯广州这些真少 因为广州是这样的 广州是一个市中心 所有都集中在一起的城市 什么特律西 油线那些吓死你 我们现在是李在市 我们来到冬瓜岭 2元 冬瓜岭 高纪的名字 伊出口 没错 这个站是三个站汇聚的 这里 对 刚才不同 这个地跌站始终是三个地跌站汇聚 所以说不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人 好像我们回到广州15屋 潘于广场那些 几个站一起 或者西村那些 其实很多人 但因为它较大的 所以看上去不多人 哇 还有这么远 看不到盡头 深圳的地跌都是这样的 我试过一次去福田站 哇 走架都没到尽头 地跌站里面 全部都是吃牛肉火锅 看来深圳人真的很喜欢吃牛肉火锅 我们那个挺好吃的 对 我们那个好吃 而且两百多元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什么 看上一集影片的 尾段 后段 就可以了 这里终于入站了 我老婆玩到没东西玩 拿个杨成冬去试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 至于我呢 就聪明了 这个当然可以了 哎 无效票 终于可以了 整个红色看不到 10号线还有很久去 这算不算一条大线路 竟然有位坐 星期五下午6点 深圳的城市规划新很多 广州全部聚在月秀区周边 刚才那里肯定不是总站 而深圳各个区都有它的中心 这是一件好事 搞错 这个站也很多人上车 都是会没位坐 可能我们很幸运 或者它是一部短线车 我们就来这里了 深业上乘 说回刚才我们坐地铁 我刚才说 那么少人 原来是 我们上的 是第二个站 怪不得 还有下车的时候 都是多人的 所以我们现在 就去深业上乘 走走走 往右转 应该是E出口 直行E出口 还有都是多人的 大家看这里 国安检都是要排队的 嗯 两元 坐了这么多的站币 心业上乘 现在呢 是 6.3个字 都多人下班 先头走走的时候 还跟老婆说 哎 深圳没有人这么早下班 就这样 见到有人下班 是 是 不应该是这样 总会有人下班 是 很多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 我们在餐厅里面 全部都是 我刚才说 是 刚才呢 还跟老婆说 我们下地铁的时候 在地铁里面 全部都是广东话 而且看上去 应该都是香港人 多了人说广东话 深圳就是 尤其吃的东西都是 如果全部都是湖南菜的话 是 没错 少了 感觉上 或者我们的区域 不知道 我们来这儿走 这儿就 去哪里 大梅沙 全部都是 是全部 全部 哇 还可以转 我们已经转了很多个转 是啊 在广州 有对比 有一个商场 也是这样的 就是 那个叫做 聂德 那个 那个 Apple Shop 那个商场 就是这样 不是春夏秋冬 又不是春夏秋冬 但是那个商场叫什么名 我忘记了 就是这样一号 在地铁站出来转 不用出路面的 转转转转 但是都未够这儿多 这儿 还可以转 是的 我们先头吃的 都消化中 还没消化完的 来到买什么吃 还有 终于看到了 哇 都好的 都好的 其实是这样的 夏天好 因为它不同 又拿来跟广州比 因为它没有那麽多树木 没有广州那麽多大树树 一来它近海打风 是不行的 那你要他们市民出来 湿平 你没有这些地下商场 走不到的路面 是吧 所以全部都是要走地下商场 甚至于广州 因为它肯定打风舞 这边那麽厉害 这边那麽厉害 是吧 种得树多 所以走路面比较多 是有不同的 同样 我们看到 所有商场 其实格局都一样 一来到才是这些 餐厅 就是这些 桌面数码吃的餐厅 有没有什麽不同 都是这样 是商场 继续走到商场 又有 湖南米粉 这里吃磨 但是牌子很多都是未见过的 很多新的牌子 小云吞吐 只剩19元 或者潮汕 老美方 其实是这样的 来到深圳 除了牛肉火 其实其他潮汕菜 应该都很好吃 有一堆奶茶煲 为什么呢 吃完那些饭 之后 就开始见到要卖夜饮 清保粮 这个是吃的 叫做 黑烧饼 类似 有鸡翅包饭 热闹 反而是这些 同学在这里 说免费 米饭免费 任食 还有 还有剪头发 多少钱 哇 38元 又或者这个 是吃什麽的 吃糖水果 我猜 店铺也不是我们认知那种 不是经常见那种 这个是经常见的 再来的 停车场就在这里 我们才有想到驾车来的 坐地铁 10分钟 他说的 但是如果驾车 半个小时 停车场这样进入 虽然这样比较不适合 但是好像园方 并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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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来吧 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 商场 当然高级一些 又有万宁 都是这间最多的 对吧 你数它 上去吧 廖南菜馆又有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有超市 等会可能会进去逛逛 哇 那里还有 和牛无限饮食 我看到 这个商场好像是长这种 就不是说 鱼形那种 一路走一路走 有少少像西成都会 即是广州的领展 这个M级和牛无限饮食 叫做浅窩 但没有四季浅 其实和牛这种东西 很快就饱了 是 很快就饱了 很油腻 不像鲜头我们吃的 一路咬是有筋 那些就是一块肥肉 没吃过 当然想试一下 吃过就压作不过如是 我觉得 又或者可能我们未吃得到漂亮的 但都是在日本百货公司买的 都不便宜了 就这样而已 商场 不知道 先走一走 大同小遇 有没有不同的店铺 我又不觉 Amani 牌子 这些都见过 又或者Unico 很多商场一样都是会卖车 这个应该是理想 我不太记得 看不清 太远 黄冠 怎会卖黄冠 黄冠 黄冠 不会卖黄冠 马萨拉帝 马萨拉帝更多 不会吧 没听过 我知道什么牌子 说不出 你知道 说不出什么牌子 我们继续走 不如去户外走 那边 出去外边 路边走 看看吧 外边 是否会卖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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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里面走得很远 我记得也是有酒店 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 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广州酒家 是的 继续我们的消化之旅 越走越漂亮 下面反而又是一个塞了车的路 至于上面还有写字楼 连那些灯都是做到一个蜗牛的造型 这个有个穴 有一个蜗牛在这里 至于这边 继续是塞车 那个蛋糕 究竟是大人开心 还是小孩开心 哇 最惨是爸爸 爸爸在这里睡觉 其他人就走了去玩乐 最后还是要他去买单 还要再下一层就是地铁 我们就认得这几个牌子 Eddie等等 我们准备坐地铁之前 当然是进来商场行客 超市行客 这个应该都贵过了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去远黄吉之岛 窗大窗 还有什么 Walmart Walmart高端 那些商场行客 超市 这里就贵很多 这些卖的东西也是漂亮很多 好得很多 还有包装好雪梨 盒一盒水果 切好了 这个什么 黑麦瓜 还有石楼 芒果切好的 芒果切好的 全部切好了 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超市都多人 水果真多 超多 蜜瓜 这些 全部都是一盒一盒包装 价钱都不看了 你想买什么水果 买什么 还有面包 前面 这里应该是卖咖啡 水果就是这些 卖咖啡 还有一点 柠檬 柠檬 柠檬哪里 有四个 十五元九 有那只 哪里 上边那只那么有趣 香水柠檬 刀落那只 刀落那只 有两个 你现在回去切 也好 拿吧 另外我们又想买些野饮 一些汽水 或者都可以 这些时候回到水围村买冰冻手打奶茶 可以 不如现在去 说到心痒痒 这些 因为这些行距离 还需要一些距离 我们买了两粒柠檬 这里写着潤家商业 即是潤万家 看法也是 至于我们现在 就要慢慢慢慢走回去坐地铁 都走很远 走很远 如果会塞车这个原因以外 我都知道 这里有停车场 但是地下的 一想起地下停车场 又有阴景 所以才决定不驾车 还有我手车这么差 因为深圳驾车 是罚得很禁 拿起来就四位素 这样罚法 都是不好 现在还有六分钟 就够七点 又看看我们拍卡 入站去到月台 是几点 十分钟 不知道可不可以 正常地走 終于7点05分 来到月台 上车了 这里 我们回到福民地的站 D出口 这里和仙头 是两种玩法 不要说哪里好或不好 仙头的高端大气 好像去了外国 这里就摘地气很多 这里就叫水围村 我对它的认识 其实都是从网上那些博主 我一次都没来过 我们的影片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介绍 除了广州北京路以外 是真的可以逐个介绍 很多的时候都是 好像一个探险 那样的 究竟它是怎样的 不知道的 大概是这样的 他带大家去探险 是这样的 当然有北京路例外 这边旺很多 接地气很多 有坑德基 有面包新雨 又有萊雪之茶 那我们是想去那些 雜市那些 那些叫什么 村那些雜市 差不多 是的 其实说是接地气 但是这些超市 都不是说那些 未听过那些 那些 好像七仙超市 又有 又有玄机雲皎 这些就够了接地气 其实都挺好吃的 我吃过一次 对 刚才经过就看到了 又是排队排到这样 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我们来这些 其实跟上一集去吃牛肉火鍋 是差不多地方 不是差很远 都是福民地资站 附近的 这间又是很有名的 山头潮南 还要写着 198日 坐着人在门口等吃 现在是傍晚的7点27分 还有我见过其中一次 坐得最多人 四个 这里也是会有的 前面又见到 有牛火鍋店 是不是 麦当劳 那是 那是正先那间 我们在这里往右转 不是 前面那边反而容易闹 不如去高路看 是吧 这里转过去好像没什么 我知道是水为文化广场 先看那边 因为这里来我们住的酒店 很近的走过去 也就十分八分钟 所以玩晚一点都可以 如果大家喜欢回到这里玩 好像卖广告 其实不是 住回我们的酒店 挺好 那些年轻人 又在那边发街 没有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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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凰 那些 但即便如此 都是会有 什么 这个是 星巴克的 还有中秋月饼 这里是 叫做 翠芳 的商场 来的 我们之前 找地方充电 都曾经考虑过来这里 不过 想着自己又不熟深圳 所以就没有开车过来 明天才充电 我们的车子来到这里 都只剩下60公里的旅程 要充电 都是这些 我想大可不必 走到尽头 往右转便可以 和大家来排队 试试服 这些 我想各位观众都未必会喜欢 或者前边往右转的方向 至于这个商场 都不必 我觉得 还有 这个牛火又看到了 两间分店 在这条路上 真是夸张 一样是要排队 下次真的可以试试这间 不过是连锁的 先头我们去的那间 就没有那么连锁 什么 营业至24点 直营第11点 五张牌 还有这个 烤羊牌 下面 458元 又有酒 这些是水围蚝聚 应该是吃生蚝的 黑蒙蒙的打边路 不过 这里就是水围夜经济广场 不如在这里走进去 好过 这里是这么写的 至于这些 就是卖水果 卖衣服 这些 和去南沙趁虚 没有什么分别 排得整齊一点 还有 卖东西的人 年轻一点 我们在这里走进去看看 看看 真应该是这里的 看到有这么多人 它有一个广场 1384 138多 什么广场 好像说那里是最热闹的 嗯 一路走一路看 这里又过瘾 这里是 在海鲜市场隔离 买海鲜 现场在这里吃 幸好才刚才吃 牛肉火锅这么好吃 如果不是 就真的又被老婆批评 是吧 水围中寄海鲜批发 下次专程再来吃 那次都可以 是啊 下次我们扮了 港澳通行政 驾车过来这里 吃完 然后到香港也行 不过要晚上 老婆觉得 我们应该进来这里 看一看 究竟明天 我们回港洲之前 是不是要来这里 买海鲜的 至于我先说 要去水围1368 文化街区 我们在这里走 还有4分钟 我们先走 这里看到卖蔬菜 应该卖海鲜在左边 深圳的市场 晚上来到7点半 都这么热闹 市场就真的不太大 应该在鲜南外 那几间店里 买海鲜 然后加工 就不是市场里面 我估计 有水果卖 那你当然没有 那当然 那当然 很多牛肉店 你对面又有 对吧 我这么喜欢吃牛肉 真的吃牛肉 来深圳 整条街都是牛肉店 有没有那么厉害 我还打算转幼 你看 潮山 全部都是潮山 康复来 过去看看 铜坑牛肉店 全天候24小时 看来这里附近那些 牛肉店 应该都不会太差 好像我们回到西关 吃白切鸡 就算是 那些减价18元3盒 都不难吃 我猜一下 坐在路边吃 很厉害 很厉害 价钱应该不太贵 20元 我看到 牛肉汤 最贵50元 超豪华都是90元 一块牛骨 还有牛肉丸 打包 每斤60元 那又不为我 一块牛肉丸 我们刚才吃完牛肉丸 就 是好吃的 大家先说清楚 觉得自己 这次运气好 有时很幸运 找到一间这么好的 才发现 原来整条街都是 很多 而且有些看上去 更便宜 它是吃一碗牛肉粉 即是湯 河粉 然后放一些鲜牛肉 有些像 很久之前 我去过南岸 吃过一次 就是那种感觉 又有粥铺 都多人 吃鸡粥 我估计是 是吧 终于我们来到这里 相信就是 我要找那个 小食街 是呀 那里了 这里我们终于看到 就不是牛肉面了 就看到有些 台山黄饭 右边这些店 就看上去 不算多人 但是左边这里 什么 黄饭 黄饭排水排到这样 幸好没有来 哇 又是坐到满 这么好吃的吗 生意这么好的吗 哦 要坐到出门口了 这一套晚上 又要吃鸡腸粉 猪脚饭 大杂蟹 都挺有趣的 我们想找柠檬茶 是找不到的 或者在前面有 前面我们也看到 还有很多灯 除了鲜头的台山饭以外 其他都不是很适合 还有海鲜粥 炒粉 湯粉 都是这些麻辣汤 那样 我想我们应该都真的 发现到最容易闹的部分 就是前边 写着 刚好把这辆车挡住 那个位置 写着1368 像是那些 喝酒 酒吧街 那些人是怎样呢 是否走到过去呢 在这里已经听见那些人 叫那些客人进去吃饭 那些声音 多少号 多少号 这里是喝酒吧 左边是吃刮串串的 就是那些 蒜竹签 就是这里 那些人 蒜完竹签 就这样冬在这里 来来来来 但是最后 数一下哪个 竹签 算得最多 就有奖品 这样 这里和仙头不同 仙头那些 吃环境 这里是吃味道 吃氛围 又有重庆小火锅 如果对于重庆火锅很感兴趣 我想这里应该都很满足得到你了 又是坐在路边吃的 火锅续命 是的 因为始终深圳是一个很多外地人的地方 一到星期五星期六 准备放假了 就来这里 逐一逐命 吃个牛肉火锅 吃完了 又可以过来喝一杯美酒 丹与此对面又有大排档 又是潮山的 这个是吃意大利面的 还有那些酒 这样一包包 包好了 一袋几个钱 拿着酒 终于在对面看到地产中介 我们一直都想找这一样东西 我们过去看看 我在路边吃 看来 我说南方 无论是哪里 都是喜欢坐在路边吃的 跟我们在广州一样的 这边是租盆 这边才是卖盆 有什么 是在附近的是不是 对 这两个都是在 这个是在市下 这个是在我们水围的 水围的8.10万一平方米 是住宅还是公寓 纯住宅 纯住宅 满满 深圳应该很少 没有D&T 这个 这个 那个二七的话 是只有 这个 这一边二七 它是小面积的 有47层 四十多 即高层 八万九千元 都是这个价钱 看完地产中介 我们继续走 就是这里 对面 原来 站过来 这里看 更热了 这边如果是吃宵夜 就过猛些 这边就吃鸡铺 所以 这边吃东西过瘾了 这边吃东西过瘾了 少少 但那边好像不能进车 我不记得了 有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发现 深圳这些小朋友 是很喜欢踢足球的 不知为何 我们坐地铁的路上 看到很多小朋友 都是穿着球衣 不像平时我这些肥仔 穿着万联球衣 以为自己落得长踢那种 而且他们看得出来震踢 因为他们又穿着球 又或者类似球的东西 在这里又看到有个球场 他们又在踢球 我们一直都想买些东西喝的 但是这个清凉茶 用这样的瓶装 真的不要买 不少人好像韩国货 但他们都是把餐桌 摆出来中间 我经常说 如果但凡上下狗 做到这样 我想真是发爆到不得之了 做到这样的格局 哇 好看 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两边的店铁 全部一间间分开它 中间是摆食物的 里面外边坐下 也可以 算下竹签也可以 这些就是在这里算竹签 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小朋友在这里 三两个朋友 聊聊天也可以 这里继续排队 真是厉害 真是这么好吃 还开着杯酒来等 我们还在这里 发现有人喝早茶 金桃牵海鲜酒店 话说是这样的 我们住的酒店 之前也说过 是有自助早餐 好像是自助早餐 我们会行论一下 究竟是吃自助早餐 还是出来喝茶 更考虑中 看看明早睡醒点钟 不过我自己的想法 是想自助早餐便算了 看情况 先头我们买在绿色的地产店 这里 喝东西烧烤 坐出门口 牛肉火锅 坐出门口 本以为只有先头 算竹签的地方以外 原来还有很多 这里应该是喝酒的 还有烧烤的 深夜烧鸟 相信来到这里 大体上已经走完 是热闹的 但不是那些很传统的粤菜 除了牛肉火锅以外 空地都是牛肉火锅 这里又有 早茶 还有 星期六 什么9元 一条石斑 哪里 这么可怕 对 星期五 今天是 9元 一条石斑 9元4只 原背 9元 祸热蒸水鱼 还很夸张 回去也吃不到 只要我也是9元 牛肉火锅 真是离谱 这边喝茶 可惜周末全天八八折 好 我们现在是时候回酒店 在这里走回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 今天的影片是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明天去吃早餐的什么 市集 是吗 那就继续了 我刚才说那些作废 这里又有不同的 这些是卖柠檬茶那种 我其实找了很久 就是想买柠檬茶 所以才买了这个 买了才发现到 都过去看看 这里是美甲 我以为他们在煮炒田 你知道吗 旁边就像在煮食 有一堆人围住 不吃都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重庆地道 葱油饼 原来是这样 看过 怎样的葱油饼 鲜釀果子 老婆走过去看 她明明不吃 幸好她是女 因为前面那个女 实话她非礼 叫到这么远 来到这里 很多人都玩得很兴奋 今天也是星期五 这里是羊肉串 真是跟仙头 我们去深夜上城堡不同 继续大杂牌 还有手机铁膜 整条街 好像趁虚 还有吃蟶的 如果不是吃到那么饱 可以试试这个 这个看上去 羊肉串 挺正 有燕开的大树菠萝 前面有一堆人围住 不知道买什么 左边这个是冰糖葫芦 也有这么多人围住买 不是吧 还有鸡锁骨 也有鸡牌 即炸鸡米花 差不多是这样 这里继续卖 串串 算竹签 旁边还有卖番薯 也有这么多人围住 有没有这么离谱 手渣饼 里面才夸张 我等着老婆 在这里看完福建光饼 才进去 顺德大排档 坐在路边吃的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那个叫做什么 大沙头 你看看 你进去看 不吃都看 是这样吃的吗 是这样的 顺德大排档 柴火 铁锅 炖大鵝 就是这样坐在路边吃 喝啤酒 和亲朋好友 行华家常 尤其现在天气不热最好 热都不断吃 何况现在 我们走到这么久 虽然很热 很刺激 那些东西好不好吃 是一回事 但分围够大 不容易有人买柠檬茶 为什么会 是 没见到 完全 幸好才刚才买了这个 烤腸仔 这些虾 看上去真的高端很多 其实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 麦鱼小丸子 这个是麻辣烫 绿粉 有 十元 很多店铺 就是这样的 那些大层 好吃一点 对吧 螺丝粉 灯光是做得很好 还有 管理得很规范 但还是会有 电动自行车 偶尔在你身边经过的 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到 这些美食 比如好像这些脆皮五花肉 炮爪黄 煎饼果子 有点痛 然后倒是怎么办 那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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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这儿才看到果汁 我就经常喝得饱了 都不觉得哭 还有这个新疆烤包子 这样烤 好 我们又回到酒店了 这个是什么?除房纸做什么? 我自己带来的 自己带来的 有什么用就别说了 我来抹身 好 乙巾不用带毛巾 再来就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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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出去外边的酒店 不,去旅行 都是会买个柠檬 充水 充水对腸胃好 现在在这里切柠檬 一片一片切了 为什么? 切三片 对 对 这个干什么? 你打算放进去吗? 当然不好 这个是煲水的壶 煲水 这个不是保温杯 对 放进瓶里 然后放进冰箱 放进冰箱 我们平时 喝得多 吃得多 要补充一下维他命C 至于这个杯 是什么回事呢? 之前我们就 带 有一个小米的杯 下面拔电线 来煲水的 可能有一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不见了 遗留了在酒店 那个杯 只能重新买 这个是菲利普的 这个有个好处就是 这里 可以选行温和烧水 因为现在我们天气变凉了 外出你铺铺喝凉水 是不行的 虽然好像今天 今天都还是很热的 再过多个月 顶不顶的 要煲好热水 我有时候可能剪片的时候 一边冲淡茶喝一下 至于这个 就是酒店里面 都会有的茶具 很厉害 他有两包茶 有一包已经被我喝了 不用日外外付费 好 各位观众 我们就睡醒了 现在早上差不多八点 最初 我们也有想过 考虑过去附近喝茶 但是现在外边下雨 但是是小雨 所以就作白了 而且在深圳喝茶 昨天我们也找过一家 但是觉得 我们在广州都经常喝茶 就算了 所以就试试 这个自助早餐 应该是自助早餐 酒店提供的 因为再加上现在下雨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还要拿车充电 充电 就可能是 深圳最为热闹的福田市场 行行行的 很大的据书 我们吃完早餐再说 不得不提的就是有雪櫃真好 我们看到这一种 不是雪藏 会结冰那种 但是也是冷的 这支水挺冷的 这支水都放在里面 柠檬水 非常好 我们现在是来了 吃早餐的地方 我都没试过 吃自助早餐 这么漂亮 有些什么呢 又是煎蛋 这里又有些番薯 我应该是会先吃热的东西 少量炒粉 炒得好像少量 然后 肠仔 当然要 这个会不会是我最喜欢的鱼肉肠 黑椒肠 一样一碟 这里还有煮面 湯面各种的 只要我再加煎蛋 这里就是猪肠粉 大体饭 品质一般 这个不好 我对要求 对这个要求很高 当然还有白粥 但是会很少 要很少的 可能一盒 多一点就够了 这么大盒 一盒够了 有咸菜 咸菜体派应该是直接倒下去 有花生 还有咸蛋 还有咸蛋 这个好一点 这个咸蛋 也有 我也要 我也要 我吃了很需要这个 我想我可以再加多些粥 因为肠胃的问题 我一定要先吃热的东西 就算九成是冬 我也一定要先吃热的 所以酸奶 咖啡 豆浆 我就会放到后段 昨晚睡得好 昨晚睡得很好 昨晚睡得很好 老婆睡得好 我都睡得好 通常我很早醒的 都是睡得好的 今早也很早醒 7点钟醒 现在8点13分 因为今天是一个星期六 所以餐厅 我不知道算不算多人 但最起碼环境看上去 干净程度 几乎是我去过这么多个自助早餐里 最起碼的 桌面不会说有些其他客人吃剩 还没收拾的东西 食物种类也是很多 该有的都有 例如咸蛋这些 也是有的 食物的质素也是不错 但我对这种要求 这种一般的东西 这种都正常 是这样的 用一个很严谨的眼光去看 自助餐都正常的 很久没试过 吃自助早餐是会有酸奶的 它是放在冰箱里面 让客人自己慢慢拿 这些就是高级感 其实在深圳来说 我们上次住过的酒店 对比这里好很多 那里有 那里价钱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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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远离地铁站 嗯 嗯 这里的好处 就是可以在对面 吃完那些大排档的烧烤之后 就过来这里 睡一晚几个水 然后第二天才作后面的行程 还有什么小缺点 停车场没了充电 深圳充电很奇怪 我发现 你不是乘入了免费 是的 我发现深圳这里 或者我们附近的问题 很多都是屋苑里面的充电位 屋苑里面怎么有 大佬 嗯 所以等待我们 吃完早餐之后 等天没这么大雨 其实也不太大雨 再去充电 老婆就说 咸蛋很咸 我就还算接受到 不过我给了一半 老婆反而觉得猪肠粉好吃 猜不到 嗯 它是这样的 刚才夹的时候 看到是辣了一株 现在情况好像有所改善 是挺好 腸仔 嗯 腸仔挺好的 很大便 是 腸仔这件事叉起来 很难吃的 它是属于好那种 它有柔油 里面也不算是全肉 有粉 也有粉 腸皮很脆 也不算很硬 腸仔挺好的 摺入来有凍的东西 很多 蒙牛的 光明也好 还有我做咖啡,当然只能打到奶泡 还有香蕉,跟老婆一搭,撒开它是吗? 一半 香蕉是这样,太大了 这样就可以一人一搭,不要浪费食物 酸奶配香蕉是最好的 如果有小刀,还可以切到酸奶里,没必要了,拌太多了 来到现在,餐厅下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且不得不提,收拾的速度真的快 我刚才去冲杯咖啡的时间,桌面已经被收清了 就是这样,一转头就收拾了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是在广州或顺德来 那些这么漂亮的饮茶的地方,都要去吃 这么值得吃 但是我们来自这几个地方,饮茶文化这么丰盛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做到餐都是文化的 食物不算很飙青,很飙青 但是可以有的,很舒服 可以有的,很整洁 整体我们对这个酒店都是干净 干净是几乎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是 是,少问题,更加溫一点出来 网充慢一点 但是,其实因为我要上传影片 十几支那种,所以才… 是,如果底下有充电 是,如果底下有充电 还有充电档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停车 因为我们要停一整天 它50元封顶 但是呢,这里的停车价钱 是,我和老婆这么说,是方村价 是的,方村价,很便宜的 没可能越秀区是全中国 除了上海,香港,澳門也不知 最贵的 这个就是我拍下了它停车的价钱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 充大一点 给大家看看 哎呀,走了去 哎呀,超饱的 这个 第一小时,5元 第二小时,第三小时 就是1元半个小时 即是2元1个小时 接着第四小时 是3元半个小时 即是最贵的1个小时 都是6元的 市政停车位 很便宜的那些 一发现有一个市政停车位 马上停的那些 都没有那么便宜 越秀,海珠 海珠还有北面那些 泥湾不算方村那种 嗯 好了,那我们吃饱饱 然后呢 今集先到这里为止 因为蝙蝠有限 真是很精彩 接下来 下一集 就是我们在深圳的最后一集 我们会去市场的 梅林市场 据说那里很刺激的 然后 有时间不下雨 我们可能会到处走一走 但最后呢 我们就回到机场那边 福田 不是,保安区 吃一个海鲜 大排档 是吧 后面那段 太太安排了 我继续喝 不够酸奶 各位观众 下集片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like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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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